所以 生命因果的人 不敢做非法的事情 不但不敢做 他想都不敢想 随因果 对一个人的 这个 道行 修养 这种力量 远远超过 能力道德 道德上有相当好的修养 可是 遇到所谓的 高明 重力 那个诱惑 他还是舍不住 还会反 唯一有 身性因果 他虽然看到这个 心一动 想想将来 果报怎么办 他就不敢了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这个社会几千年呢 长治久安 靠什么 最主要的 是靠英国教育 如是道 三家都有英国教育 在社会上 对英国 讲的最多的 实在讲呢 道 比佛讲的还多 佛家讲的也不少 但是一般讲经的时候 他不专讲英国 就附带在里面 随英国教育的 这个普及 道放在地上了 你看道家的 太常感应品 文昌帝君 英之文 官夫子的心经 这都是属于道家的 普遍在社会上流通 好啊 诸位读国 辽凡思讯 云古禅思 给辽凡先生的 功过歌 那就是感应品 所以三教啊 如是道三教啊 在中国这几千年来 帮助国家 帮助社会 确实做了很多好事 帮助社会安定 帮助社会和谐 我们今天 要想自己这个 道业成就 所以这三个根 就比什么都重要 第一次归 感应品 十项业 我们要想一想 要记住 应光大师 他老人家一生 提倡英国教育 红画师 流通的这些经论善书 分量最大的 是 了凡思讯 感应品 汇逼 暗示全数 应光大师当年在世 在那个环境 在那个环境里面 印刷书不是很发达 他能把这三种书 流通数量超过百万策 不是容易 不是容易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现在明白了 现在看到社会动乱 看到这个地球 灾变这么多 我们才想起 应光大师 一生 极力宣扬 英国教育 那个道理 我们才明白 那我们今天想救自己 大劫难里面 如何能够 回避 深信英国 你就能够 避免这个灾难 深信英国 丝毫不怀疑 这个重要啊 避免